說這如果真的有錢 這當選無效的時候民進黨就有利 所以你看板橋立正如現在就跟這個案說 沒有辦法爭取我還要繼續 我沒有站在政策上說 所以你看這整個案 這個政治介入的痕跡是相當明顯的 這很簡單的特例 大家記住廖國豪 那一個年輕人開槍是亂開 黑頭的火拼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馬面 這個是行刑式的這種 這種虛擬式的 跟阿拉拉拉拉拉拉拉斯 這個一定是要置他於死地 你說這個是為了20年前 聽一個王小姐說牛骨幫老大 這個行凶動機再怎麼交代 都交代不過去 那回到當選無效官司的一個本質來看 有沒有這個犯罪行為很清楚 這個跟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選舉場合造勢場合裡面 講話的人都是五都候選人的競選幹部 去進行這些選舉操弄 配合特定媒體的一個演出 有所謂的那天 連前在說英雄大 是在便宜講還是在造勢場合講 你造勢場合講耶 郭樹孫在哪裡講 是在舞台上也是在造勢場合講耶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 藉由這個相關的事件 進行政治操弄嘛 那這些政治操弄的 背後的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那個我是普通教 連戰跟其他人應該做個切割啦 你覺得他講的還好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不是 他在特別之前有講啊 他絕對沒有那個動機 說看人生我的血不要白流啊 這個我是同意許叔伯 不是他沒有那個動機說 因為拿自己的兒子去開槍 然後上去做這個 當然連戰是受害者 這是無庸置疑的 連戰是去看他們兒子了 沒有沒有 他去看他兒子了 還沒看他兒子了 早起競選的所謂的這個 競選場合裡面 在那邊高聲疾呼說 這個連勝文的血不能白流等等 所以這很清楚是政治操弄啊 你如果說連戰 在講這個話是他去便宜的門口 看他兒子了 以及發表相關的兒子 相識很多老闆的關係 那這個跟選舉無關 但是站上選舉的場合 在超過法定規定的時間裡面 來進行選舉的這個競選 這個很清楚啊 結果連勝文 連戰那一天都已經很清楚知道說 他上次到底是怎麼樣啊 你看連勝文後面 整個恢復的過程 什麼幾天後開始吃東西 整幾天都在香港進行血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國民黨事實上 很多的這種黨中央 或者是這些浮選的幹部 其實都知道連勝文的最靠道是怎樣嘛 但是在這裡說這些話 這個很明顯是我想選法相關的 這件事中心比心啦 你如果想說連勝文的他們家沒這麼多